有在說不要用人家養雞仔的 董寶團體是造成這個 沒有雞仔的工作去四大連鎖 縮實的分點 讓有麥當勞 放在漢堡 和摩斯漢堡可以專門專程 不要用這個人家雞的健康 請到雞仔的學中 董寶團體來到連鎖縮實的 感情大條活力健康槽 讓有縮實的行者 不可以再使用給雞仔管理 加生空間裡面所生產的機能 是該用可以讓雞仔自由活動 同時動物福利的 非人家養的機能 唯有解 把母雞從格子籠解放出來 使用飛龍式雞蛋 才有可能讓母雞跟消費者都健康 像這樣把整隻雞仔管理 一張A4專長大小的人家裡面 雞仔不可以丟開鎖 也不太可能用手藥來洗生褲 拿自己堵塘 當不堅持人員 他們想受到 壓迫到痛苦 讓動作是生褲的階級 可以來到四大連鎖 縮實分點 包括麥當勞 肯德基 漢堡王 和摩斯漢堡 保佑 停用無人家 風食生褲的 人 台灣目前有將近四千萬隻母雞 都還關在非常狹小的籠子裡 連就潮產蛋的這些基本需求 他們都沒有辦法滿足 是非常痛苦和緊迫的 本店接到 登場配料後 都表示由總公司來回應 為二雄一年年 後面禁止用人家 風食吃生褲的 人後後 特地開鎖 來促適 壓制的優勢 但到達郵元 還沒看到靜電 才會再度來發起行動 還有一回憶 特定總公司來 先進企業的借金 競應減固到消費者健康 和動物福利的實材 記者 感謝 幾問 台北報道